第四章的第二部分 各位好,在第四章的第二部分 我們要開始來為大家介紹一些非常常使用的Combinational Circuit 首先在這段影片裡面我要開始介紹的是 Adder跟Subtractor,也就是加法器和減法器 那一般來說,加法器其實有兩種 一個叫做Half Adder,一個叫Full Adder 也就是半加法器和全加法器 全加法器在上一個段落裡面 其實我們也有拿來作為Example 介紹如果去分析一個電路這樣子 不過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從結構比較簡單的半加法器開始講解 那半加法器我們俗稱這個Half Adder 它其實是一個具有兩個Input Variable 兩個Output這樣子的一個電路 所以我們先把它記錄下來,它其實有兩個輸入 也有兩個輸出 也有兩個輸出 所以我們知道它其實是針對兩個二進位的位元來做加法 因為它要做加法器,當然是要做加法 那假設我們今天的Input是X和Y好了 那你就知道它今天加法出來的核的結果 最小的話會是0,最大的話會是2 1加1的狀況會是2,也就是二進位的110 從00可能是01,有可能是10 有可能是它的輸出的結果 所以它在輸出的部分也會需要準備兩個bit 才能夠完整的來表達它的計算的結果 那這兩個bit呢,有一個我們把它叫做Carry 簡稱C 另外一個呢,我們把它叫做Sum 簡稱S 其中呢,Sum其實就是我們加法 做出來結果的那個核的個位數 那C呢,其實Carry就是代表它有沒有進位 也就是第二個位數 所以CS組合起來呢,其實就是它加法的一個結果 OK,所以我們可以很快速的來看到 這邊右邊這個truth table 它列出了對於一個半加法器來說 所有可能出現的排列組合 我們剛剛說Input只有兩個X和Y嘛 對不對,所以有四種組合 00到11 那加法的結果呢,分別有可能是00 有可能是01 有可能是10 其中各位數的部分呢 它的輸出其實就是用Sum 和這個bit來做為表示 第二個位數呢,也就是代表它有沒有進位這個東西 就用Carry來表示 C代表的是Carry 那從這個truth table 其實也不用畫到CMAP 你直接很快的可以發現 C這個運算結果呢 其實就等於AND的運算結果 XANDY的運算結果 為什麼? 只有在X和Y兩者都為1的狀況之下 它加起來才有可能變成2 才有可能產生淨位 對不對 所以C的運算結果其實就是XANDY 你如果要設計一個加法器的話 那你就把X和YAND起來 你就得到Carry bit了 好啦,解決了一個 另外一個呢,S呢 S你會發現它只有在這兩個狀況之下等於1 你拿兩個狀況 X和Y兩者其中為一個為1 剩下另外一個為0的時候 那其實就是Ecclusive OR的運算結果 因為這個代表就是X'Y 這個代表就是X'Y' 所以你可以寫下來 其實呢,S這個bit就是 Ecclusive OR的運算結果 或者是你把它拆開來寫成 AND OR的方式的話 就會是這個樣子 OK,所以用一個很簡單的電路 其實你就可以用來表達所謂的半加法器 怎麼做呢 就是我們實際上其實都還是用 之前所教過的這些Logic Gate 來作為運算 那電路的做法的話 左邊這一個 左下角就是其中一個寫法 我們都只有用End Gate和Or Gate 你就可以看到 X Somebit就是這個的表示方式 2-level的一個implementation就完成了 那C更簡單的 它只要一個End Gate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現在你可以使用 Inclusive OR這個Logic Gate的話 那你甚至在S的部分呢 直接就 直接計算 就可以獲得它所相對應的結果 C呢也是有一個Logic Gate 就可以做成相對應的結果 所以這樣看起來在電路圖上面更簡單 OK,所以一個Half Elder其實很簡單 它可以最少需要兩個Logic Gate 就可以完成它的計算 好,那 半加法器很簡單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全加法器 其實全加法器各位也不陌生了 好,它最大跟半加法器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其實有三個輸入 3-input 好,假設是X,Y還有Z 那Output呢一樣也是只有兩個 跟半加法器這個是一樣的 分別就是我們的C和S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全加法器跟半加法器我們說 最大的差別在於它有三個輸入 為什麼它需要有三個輸入呢? 半加法器只要處於兩個輸入 我們加法不是就是 倍加數跟加數兩者的問題而已嗎? 原因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在做加法的時候 通常不會只有做一個位元的加法 通常你可能倍加數和加數都是多位元的一個二進位數字 來做一個計算 所以我們在做這樣子的多進位 多位元的二位數 多位元的這個binary number的加法的時候呢 我們從個位數開始加起 其實我要處理有沒有進位的問題 有進位的話 這個進位的部分 carried部分 要進到下一位 跟下一位的兩個倍加數和加數的位元 來做加法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一個完整的加法器 其實要能夠處理三個input variable 也就是說呢 除了倍加數跟加數以外 你還要處理有沒有進位的這個問題 這樣子你才能夠用在一個多位元的加法上面 OK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全加法器來解決這個問題 好啦 那既然了解了它的input和output這些關係 我們也可以把它的truth table列出來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有三個input variable嗎?對不對? 所以它的和的結果 加法器的輸出結果 最小一樣是00 因為它三個都是0的時候 輸出的結果就是0 最多的時候呢 三個都是1 1加1加1會等於11 OK 就是使進位的3 所以其實也只需要兩個bit 來表達它的結果 所以兩個bit 兩個output 其實還是能夠附和這樣子的加法器的需求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右邊這個truth table 這邊列出了 八種xyz的排列組合 以及它相對應的加法的結果 s代表的是個位數 c代表的是第二個位數 也就是有沒有進位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應該不用11來看了 不過我們可以舉幾個 比如說0加1加0等於01 0加1加1等於2 所以是110 以此內推 好啦 那既然列出來以後 我們也是一樣畫葫蘆 希望能夠用一些Logic Gap的運算 來表示 sum bit和carry bit 這兩個輸出 那怎麼做呢 當然你如果厲害的話 你用觀察法是可以看得出來 沒錯啦 但是我們既然教了kmap 我們就用這個比較有系統的做法吧 OK 那我們可以先從s這個bit開始好了 好 那這邊是三個input variable 所以我們畫成2乘以4的kmap 然後呢再把truth table上面的value填進去 以sum bit來說前四個value是0110 0110 後面四個是1001 1001 你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裡的1的部分都沒有相0 所以它沒有辦法 做合併的動作 那如果你還有一點印象的話 你會記得就是說 其實sum bit在這個地方 什麼時候會有1呢 什麼時候你加法以後 你的個位數是1 就是你的input 這三個input裡面 有基數個1的時候 OK 比如說 一個1 或者是三個1的時候 因為你有基數個1 所以你在個位數所遺留下來的結果 會是1 滿足這個條件 其實就是 Ecclusive All的運算 所以這個跟剛剛有點像 對於sum bit來說呢 它其實也是 Ecclusive All結果 只是現在把所有的input都Ecclusive All在一起 好 所以我們解決了第一個了 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 對於carry bit來說 前四個是0001 後四個是0111 好了太好啦 現在有0g了嘛 對不對 不孤獨了 所以趕快把它圈起來 就可以化解 OK 大概就用這三個block 就可以把所有的e給框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畫成一個sum of product的形式 等於什麼呢 比如說 以這個東西開始的話 左下角這個的話 是x等於1 然後z等於1 所以是xz 右下角這個的話 是x一樣等於1 然後y等於1 然後y等於xy 然後這個中間的話 是yz等於1 所以是yz ok 所以呢 你把它and all circuit 寫起來的話 就是xy or yz or xz 那這個也不陌生嘛 因為我們說什麼時候會發生淨位呢 就是三個input裡面有兩者 或以上為1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兩兩其中為1的一個狀況 那把這些狀況全部都去連擊起來 就會是我們的result 就是什麼時候會產生淨位 ok 所以呢 這邊full adder的電路呢 會比剛剛的half adder再複雜一點點 因為我們現在要用到比較多的logic gate ok 那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slide 如果說今天只能用and all circuit的話呢 那剛剛的exclusive all沒有辦法直接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全部拆出來 它會變成一個sum of minterm的形式 那也沒有關係 用四個and gate和一個all gate 就可以計算出sum bit的結果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 carry bit就會比較簡單 它是xy or xz or yz 所以只要把這三個東西給準備好 all在一起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這邊需要三個and gate一個all gate 用這樣子的方式呢 就可以完成一個full adder全加法器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可以用 exclusive all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還可以把full adder做不同形式的一個轉換 譬如說像是這張圖所示的 它其實也是full adder的implementation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畫的也是一個full adder 只是這裡不太一樣跟前面不太一樣 是它可以直接使用exclusive all來計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樣子做連結之後 運算出來的結果 到底是不是sum bit和carry bit 那我們先來看sum的部分 它相對上來講比較簡單 它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先把x和y做exclusive all的計算結果 再來再跟z做exclusive all的計算結果 那我們知道exclusive all其實是具有結合率的嘛 對不對 誰先做exclusive all都沒有關係 所以在這邊我們可以得到sum bit 的確是xyzexclusive all的結果 這個沒有問題 跟剛剛完全一模一樣 比較需要思考的 需要消化的其實是carry bit 怎麼說呢 這個地方是xy 計算出來的結果 然後呢 它需要跟前面這個地方做all的運算 上面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x和yexclusive all的結果 和zm的在一起 就是這個表示式 所以c在這個地方 如果直接以這個logic diagram來做解釋的話 它的運算結果其實是長得像這個樣子 ok 那這個跟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no的表示是sum of product的表示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畢竟這已經不是一個two-level implementation 所以呢其實你有幾個方法可以來了解它到底跟我們剛剛所表達的那個式子有沒有在邏輯上面是不是equivalent 那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當然就是把這個拆解開來 把這一項變成xy prime or x prime y and z 以後再用分配率把它拆出來 然後跟xy項做合併 你會發現呢 他們各自出來的product跟xy都可以合併 然後把prime的項 x prime和y prime上可以消去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想就留給各位自己去試試看 因為第二張各位應該非常熟練了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想要講的是另外一個想法 ok 怎麼樣來判斷c這裡的output 這裡所表示的這個function 跟我們剛剛的c到底有沒有一樣呢 那很簡單嘛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以這個電路的設計來講的話 c什麼時候會等於1 我們來看這個情形 ok 所以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c什麼時候等於1 c因為這個地方是all get 所以c等於1的時候呢 必定是這個等於1 或是這個input等於1 兩者其中為1的時候嘛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種condition列出來 第一個呢 它可能是這個x&y等於1的時候 第二個情形呢 它可能是下面這個input 也就是x&y exclusive all的結果 再去and z等於1的時候 這個唯一 這兩種唯一的狀況之下 都可以使得c這個carry bit等1 好 那在進一步的推廣 什麼時候x&y的結果一定會等於1 就是x&y一定要等於1嘛 沒有其他種狀況啦 對不對 然後再來 下面這個狀況 下面這個情形 什麼時候會等於1 欸 你這邊也是兩個東西 and起來的結果等於1 所以你會知道 這一項z一定要等於1嘛 而且 前面這一項一定會等於1嘛 那x exclusive all y等於1的意思代表 就是x&y其中一個為1 ok 所以我們寫一下 x&y其中一個是1 ok 那換句話說呢 要如果是x1的話 那就x&z都會是1 不然的話就是y和z都會是1 ok 所以你就知道啦 那所以呢 下面這個狀況等於告訴你說 yz等於1 或者是xz等於1 上面這個狀況告訴你是 x&y一定要等於1 那z等於1沒有關係 三個都等於1也沒有關係 所以其實呢 它把涵蓋了所有 剛剛我們說會產生境位的狀況 也就是x&y&z 三者裡面至少有兩者唯一的情形 這邊解釋的是x&y一定等於1 下面解釋的一個是x&z等於1 一個是y&z等於1 所以它把所有的情形都cover了 所以你就可以很放心的說 ok 現在呢 這個carry bit的output呢 其實代表就是我們剛剛那個 full adder carry的意思 也就是敬位的意思 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full adder的一個design 另外一種電路的一個表示的方式 那不過呢 各位如果再仔細看一下這個電路的話 你其實會發現一個 跟剛剛的half adder 有似乘相似的地方 哪個地方呢 我們回憶一下剛剛的half adder 對於half adder的話呢 我們說如果今天可以使用 exclusive all的狀況之下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exclusive all的logic gate 和一個end gate 就可以完成half adder ok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exclusive all gate 一個end gate 欸 這一個部分 不是就是剛剛我們才解釋過的 half adder嗎 而且input還完全一模一樣耶 都是x&y 這個地方做出來的輸出的結果 這個就是sum bit 這個就是carry bit 這個就是carry bit 對於half adder來講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一個half adder啊 而且呢 你再把這個框框往右移一下下 你會發現 這邊又有出現一樣的東西了耶 它一樣是這邊有兩個 只是現在一個是x&y 另外一個input呢 則是z 然後分別用這兩個input 送進去一個exclusive all的logic gate 一個end gate來做運算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 這邊 也是一個 half adder 的電路啊 ok 然後呢 做完了以後呢 你可以直接得到sum bit 然後 對carry bit來講 它還需要另外一個or bit or the logic gate or gate 才能夠 做完這個運算 所以我們發現什麼事情 其實啊 在這個implementation裡面呢 這個full adder 的implementation裡面呢 其實它等同於兩個 half adder 組合起來 再加上一個or gate ok 所以 兩個半家法器 組成一個全家法器嘛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為什麼 它會叫做health 跟full的意思 為什麼要命名叫半家法器 和全家法器 因為一個全家法器呢 可以被兩個半家法器 組成 可以被兩個半家法器 組成 兩個half adder 我在這個地方寫前寫 還有呢 不只好 還有一個or gate 按一個 or gate ok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的全家法器 好啦 那既然半家法器全家法器都知道了 那我們就可以來稍微延伸一下 來 把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拒絕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做多位元的加法 剛剛其實都是單位元的加法 因為syz 都是單一的二進位 的input variable 那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處理多位元的加法 ok 那在這邊呢 課本提出的例子 是一個四位元的加法 4 bit binary adder ok 所以呢 這兩個倍加速和倍加速呢 分別用 a和b來表示 那下標的0 1 2 3 代表的是它的位數 ok 所以對於倍加速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a3 a2 a1 a0 對於加速來說就是b3 b2 b1 b0 這兩組的數目要把它加起來 好啦 那這兩組數目加起來的話 我們剛剛其實有提示過嘛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多位元的加法 一定要能夠處理淨位的問題 因為上一個位元所計算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有淨位 需要合併到下一個位數的加法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採用的 絕對是full adder 而不是half adder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f a 代表就是一個full adder 先寫 那因為要把四個full adder 你要把每一個full adder 的電路 剛剛那個電路都重新畫一次 其實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就簡化 直接用一個框框 代表剛剛的那個電路 剛剛的full adder 電路 所以裡面的兩個half adder 然後還有all get 其實都等於塞在這個黑盒子裡面 你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想像 然後 然後 伸進去的 箭頭往內的代表就是你送進去的 input 箭頭往外的就是計算完以後 所送出來的一個 output 可以用這樣想 所以在這個電路的結構上面 你可以發現它是層層相扣的 那這個跟我們在做多位元的加法的時候 的那個演算法的概念是很像的 我們其實一開始都是由個位數先做 從lsb先做 least significant bit ok 那做完了以後呢 看看有沒有經費 再送到下一個位元去 所以可以看到 它一開始呢 是a0 b0 這兩個最小位元的這兩個先做加法 做出來然後會得到一個sum bit加法的結果 和我們的carry out 就是我們的是不是有淨位 淨位的結果呢 再合併到下一個位元的加法再繼續做計算 得到第二個位元的淨位的結果 再跟第三個位元做計算 第三個位元淨位的結果 再跟第四個位元做計算 得到最後的結果 這個是第四個位元是否有淨位這樣子的依據 所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用串連的方式呢 把整個四個位元的加法 運算結果來計算完畢這樣 這樣其實就是可以串連成一個 4 bit Binary A 好 那這樣講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們來直接舉一個例子 OK 那這裡的例子呢 被加數a的部分呢 是1011在這邊 加數b的部分呢是0011 我們要來操作這個加法 那加法一開始的時候呢 你可以知道 我們都從最後面的這個bit開始 這邊的subscribe的 就是下標呢 代表的就是它是第幾個位數 然後這個代表就是我們的個位數 個位數 個位數a和b的個位數分別是11 所以我們在這個forader這邊輸入11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 這個是最小的位數嘛對不對 前面並沒有什麼carry的運算 所以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forader的c的部分 我們這個carry 上一階的carry 因為沒有上一階 所以我們的預設都會是0 我們的預設值 default都會是0 所以這個地方輸入一個0 那這邊加法結果 這個forader的運算的加法 就是0加1加1加1 加加的結果呢 會是110 所以這個0 sumbbit留下來 carry bit 在這個地方 我們會送到下一個 位元的input去 繼續做加法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這邊的carry算出來之後呢 不是留在這邊而已 還要繼續送到下一個bit 合併起來 操作的加法會變成是1加1加1 所以得到結果11 又有一個1算出來了 這個1 再送到下一個bit去 從這個地方 c2這樣送過去 1加1加1 結果1加0加0 sorry 等於01 那這個地方 終於沒有進位了 所以沒有進位的結果 一樣0要送到下一階去 直到完成所有的計算 ok 所以你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1110 然後呢 carry out的部分呢 是0 所以其實它的結果 最終就是01110 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這一個例子裡面 得到的運算的結果 ok 好了 那這樣子的運算呢 可以馬上就可以獲得一組 四位元的加法結果 但是同時間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的運算的位元越多的時候 4A的串聯的個數就要越多 ok 所以呢 它計算所需要的時間一定會越久 ok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其實是剛剛那個4A的一個結構圖 我們說每一個bit都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完成 ok 然後呢 以第一個bit來說呢 就是 i等於0 subscribe等於0 我們其實就把最終的位數送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 我們處理的其實是 A0 B0 C0 這個地方 好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計算了以後呢 你看它會經過了一個level 兩個level 三個level 來獲得第一組的輸出 也就是 S0 跟C1 ok 那C1 再送到下一階去 再繼續做運算 ok 所以 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要能夠獲得到它的結果 ok S1 S0 跟C1呢 其實它需要有三層的運算時間 好 假設我們現在先 假設每一個logic gap 的propagation delay 是一樣的 雖然實際上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先假設是一樣的 這邊就會需要三個level 的propagation delay 才能夠獲得這邊的結果 然後 C1準備好以後 才能夠送進去 second level 對不對 C1在這個地方 送進去下一個level 是從這邊進去的 好 那因為前面已經等過三階了 所以 其實第二階 一開始就已經送進來 這個A1 B1早就已經送進來 它已經算好 在這邊等了 等到C1進來之後 它再繼續做後面的運算 因為C1進來以後 可能會有新的結果 比如說 如果今天C1是1的話 那就要做進位的動作 對不對 所以C1進來之後 它還要等多久 才能獲得C2呢 就是經過這兩階 從C1要獲得C2 的這個carry呢 它是要額外再經過兩階 同理呢 C2 到下一階的forader 會從Z的地方送進來 OK 你就可以知道 那得到C3呢 又要再等另外兩階 OK 那C3還沒有結束喔 C3只是第三個forader 計算出來的結果 最終你還要得到C4 知道到底有沒有carry OK 所以 再從C3再從這邊送進來 搭配原本的A3 B3 它本來就在這邊已經準備好 因為前面已經等了很久了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這個C3 經過了兩個forader 以後 你才能夠說 OK 我確定所有的運算都完成了 這個運算結果都已經準備好了 都是反應的正確的結果了 OK 這樣才會做完運算 所以對於剛剛那個4個bit的4個bit的Binary Alien來說 你看它總共至少要等幾階 3 2 2 2 OK 你至少要等了9次的propagation Delay OK 它才能夠確保你今天的輸出一定是正確的 OK 所以我們SUMMAR一下 我們說這個其實就是在電路計算的時候 你可能需要等待的時間 所以它其實可以試乘是 computing 計算的這個時間 OK 也就是反映了這個電路的運算速度 OK 那在名詞上面我們也可以把它叫做propagation Delay 對於這個propagation Delay來講的話 這個電路來說的話 4bit Binary Alien來說的話 我們至少要等9個Gate Level OK 這邊加起來的結果 而且你會知道呢 這只是4個位元的喔 如果今天5個位元 8個位元 16個位元 甚至32個位元的時候 這些數目都會跟著一起地震 幾乎是成正比的方式在增長 所以知道說如果現在 你的這個多位元的處理裡面 位元的數目增加的時候 其實你會導致這個Delay 也會跟著增加 它會成正比的增加 那我們現在動不動就是16位元的啊 就是32位元的啊 那其實它要等到的時間就會比較久 OK 所以這個是這種串聯的方式 所形成的Ader的一個致命傷 也就是它比較不利於多位元的一個處理 OK 所以我們把這個東西叫做propagation Delay 好 那怎麼樣子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們有沒有辦法 想辦法把這個propagation Delay 給稍微降低一點點 至少不要那麼恐怖嘛 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就想了一個辦法 怎麼說呢 因為其實從各位 從剛剛的推導裡面 各位可以發現 其實最花時間的就是carry bit的運算 你一定要這一階的 就是比較less significant bit 所以我們把這個bit的carry bit算出來之後 才能夠前進到下一個bit 來繼續做下一個計算 然後下一個bit的carry bit再算出來以後 才能夠再往下一個bit做計算 所以其實我們都在等這個carry bit 那如果要降低速度的話 降低這個等待的時間 也就是提升我們的速度的話 那勢必一定要 減少在等待carry bit運算的結果 所需要的時間 那換句話說呢 如果我們可以在電路一開始的時候 就把所有的carry bit 就準備好的話 那或許我們就不用等那麼久了 所以現在的概念就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 不要一接一接的 用這種串連的方式 才把carry bit準備好 而是一開始可以統一把 所有的這些bit 所需要的這個carry 先算出來 OK 好 所以請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要 我們接下來講的這一段的目的呢 其實就是要減少這個propagation delay 好 那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沿用了剛剛的這個4A的電路圖 然後我們來稍微做一些計算 看能不能增加它的速度 那在為了要那個計算上的方便呢 我們先把這些電路圖中間的這個 這個output的結果呢 用一些代稱來表示 譬如說 在第一個half adder 計算出來的結果 這個地方呢 我們把 Eclusive O計算出來的結果 叫做carry propagate 然後簡稱是p 那所以p呢 其實對於每一個bit的full adder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把 加數跟非加數的這個位元 做Eclusive Fold的運算 然後呢 這個nget的運算結果 我們把它叫做carry generate g呢 就等於a和b 也就是加數和非加數and的一個結果 好 我們先用這兩個代稱 好 那我們知道呢 最後的這個sum 運算的這個結果 sumbit 它其實如果用pi和gi來取代的話呢 它可以表示成 以sumbit來說呢 它其實就是propagate 跟c 也就是carry 上一階的carry Eclusive or結果 然後這一階的carry out呢 它的運算結果 其實就會是這兩個or下來的結果 那這兩個or下來的結果是 generate 再去or 這個地方是pi and c propagate 跟那個c n 跟我們上一階的carry and的結果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表示 我想這邊應該是 只是把這個 電路用不一樣的代數 來去顯示 而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重點在於接下來 我們可不可以馬上把 根據這些關係式 把每一階的carry out 先推演出來 比如說來講 對於d階來說 其實我們就是要先算c1 c1是d階 第一個forader 所算出來的carry 這個很簡單啊 因為 直接看這邊就好了 i等於1 這個地方應該是i等於0 的時候帶進去 等式的左邊就會變成c1 等號的右邊會等於什麼 g0加p0等上c0 會等於這樣的結構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不需要把p還有g 就是這個carry propagate 和carry generate 先把它用其他的方式 用a和b來替換 我們先不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反正 對於propagate跟generate來說 它其實都是對於每一階的 倍加數和加數 每一個位元的倍加數和加數 來做運算 它通過了一個logic gate以後 就可以得到它們的結果 一個是通過exclusion or 一個是通過n gate 所以它只要一個logic gate 就可以獲得這個結果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先不要轉換 好 那c1很簡單 接下來一樣畫葫蘆 我們來看c2 c2的時候呢 就是對於這個式詞 用i等於1代入 你就可以等號左邊是c2 等號右邊呢 是g1 or p1 and c1 那我們說g1和p1的部分 不要再做進一步化檢 對不對 因為這個馬上就可以得到了 真正要做進一步化檢 其實是c ok 是c1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說我們想要直接獲得c2的內容 而不想透過之前的carry bit 所以我們看能不能把c1給取代掉 就是用上面這個式子來做替換 它會變成g1 orp1 c1 ok 好 那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邊的表示是 通通都是由 generate和propagate ok 和c0所屬成 c0的話在這個加法裡面 它的default value是0 ok 如果沒有特別指定的話 這個是0 不過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都是已知的東西 或者是經過了一個logic gate 運算以後就可以得到的東西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達成了 我們不需要透過c1才能夠獲得c2的結果 再來 同時類推 c3呢 各位可以看到 i等於2代入這個式子 就會變成是g2加p2c2 ok 那c2剛剛已經有了嘛 所以我們用一樣的方式 想要把c2做進一步的取代 c2等於 g1 or p1 g0 or p1 p0 c0 ok 一樣分配率再把它弄開來 就會變成是g2 or p2 p1 p2 g1 sorry or p2 p1 g0 or p2 p1 p0 ok 它會變成是這樣的 所以一樣的我們的目標很一致 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讓所有的carry bit 都使用 只有使用propogate generate 和c0來表示 那這個地方也完成了 所以同理呢其實你也可以去推導c4 c4的話是最後那一階的運算結果的carry 對不對 你也可以用一樣的方式 不過在這裡我們就補寫了 你可以自己帶進去 好 一樣的先用這個式子來表示 然後c3的部分再用剛剛運算出來的結果來取代 這樣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把這些式子轉換成logic diagram的話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 ok 這邊其實就是我們上一頁寫的東西 指示呢 我們把這個input和output的關係呢 換一個式子 我們不用代數式來表示 我們用logic diagram來表示 你會發現其實剛剛算出來的東西其實都是sum of product 換句話說它都可以用and or circuit就完成 那我們說and or circuit就是一個2-level implementation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不管c1 c2 c3或者是c4 這邊沒有畫出來 因為c4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們這邊只有畫到c3而已 不管是哪一個carry bit 我們經過了兩個logic gate的等待 我們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結果了 ok 從你準備好這些所有的propergate和general rate 你看這邊input包含了什麼 包含了pi 包含了gi 還有包含了c0 誒 這邊是我們的input 我們的output有什麼呢 我們output有c1 c2 c3 所以其實就是ci except c0 c0原本就有了 那 換句話說呢 這些carry bit 經過了兩個logic gate以後 我們都可以從這邊得到正確的結果了 所以不管是c1 c2或c3 不管是哪一個階層的carry bit 都是如此 那是不是代表我們的目的達到 當然是啊 因為不管你的接數再更多 我們這裡舉的是一個4個位元的加法嘛 對不對 那如果是5個位元 6個位元 7個位元 你都可以用一樣的方式再把它展開來 換句話說 所有的這些carry bit 都可以用一個no circuit來表示 都只需要經過兩個logic gate的運算以後 你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結果了 所以換句話說呢 你的publication delay 並不會因為bit變多而有延長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一個no circuit 那我們把這個circuit呢 就把它叫做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 OK 這個名字怎麼來呢 因為你其實就是要產生carry 對不對 就是carry bit lookahead就是說 我先把它準備好 carry lookahead 我先把carry準備好 把它產生出來的這樣子的電路 我們就叫做這個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 那其實就是一個no circuit OK 好啦 那所以換句話說 像使用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 所做出來的一個 multiple bit的ader 那總共它需要多少的運算時間呢 總共需要多少的publication delay呢 那這個問題要怎麼算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carry bit 對不對 我們還是需要把sum bit算出來 OK 此外呢 在這個地方的input並不是原始的 A B這種被加速和加速 我們現在的input是publicate和generate 所以準備好這個publicate和generate 也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我們來看完整的電路 也就是使用carry lookahead的概念來完成的ader 我們把它叫做carry lookahead adder 這邊呢 延續剛剛的例子是一個4 bit OK 但是剛剛那個電路太大了 別忘記我們剛剛連C4都還沒畫 所以它其實電路很大 所以我們用一個老招 就是把既然知道電路的結構 那我們就把它用一個很大的黑額子把它框起來 這裡面代表就是剛剛的電路 就是我們的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 好了這個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呢 它的input就是剛剛的publicate generate OK 每一階的publicate generate和C10 每一階的publicate generate 除了C10之外呢 這些publicate和generate 它其實都需要一個Logic gate各自來準備 publicate需要是Ecclusive OR generate需要的是End gate 所以經過一個Logic gate的等待時間 它就可以把這個publicate和generate 可以準備好送進去carry lookahead電路 好了 carry lookahead電路呢 算完了之後呢 提供了所有這些bit的carry bit 對不對 那carry bit準備好了 通過兩個Logic gate的等待時間 就全部把這些carry bit準備好了 那這個準備好還沒有結束 我們剛剛說還要繼續去計算sum bit 那怎麼計算sum bit呢 各位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sum bit的運算結果 就是把carry bit 跟剛剛的publicate做Ecclusive Forward 因為剛剛的publicate 其實就是加速和倍加速的Ecclusive Forward結果 再跟carry bit做Ecclusive Forward 其實就是我們的sum bit 所以換句話說 這邊電路的輸出 在經過一個Ecclusive Forward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最終加法的結果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來整理一下 對一個carry lookahead電路來說 它的publication delay 總共會有多少 這邊一階 這裡面會有兩階 就是剛剛的anual circuit 我們可以復習一下 這邊是一個anual circuit 然後這邊再一階 所以偷偷來講 它其實是會通過 四個game label OK 它的這個地方 是這樣子 而且呢 它更重要的是 今天不僅是四個bit是這樣 五個bit其實也可以這樣 六個bit也是這樣 七個bit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只要經過anual circuit 就可以產生所有的carry bit 所以這個四個game label 並不會因為 Ader的bit增加 而隨之增加 它其實是一個固定的 OK 所以我們可以是要結尋的寫 這個東西呢 它並不會 隨著 Ader裡面有更多的bit 而增加它的publication delay 所以這個是一個蠻大的優點 它可以有效的來控制這個delay 不過只要有優點 都一定會有代價 carry lookahead 這個電路的代價是什麼 它的代價其實就出在 我們剛剛還沒有畫出來的地方 也就是C4 我們說C4留給各位去推演 但是你可以發現 C4其實它的電路的 需要的這些end gate 和all gate all gate是一樣 end gate就會數目會多很多 而且input literal的數目 也會多比較多 那隨之 隨著我們的電路複雜度增加 就是bit的數目變多的時候 變成是C5 C6 這種越來越多的carry bit 需要去準備的時候 越高階的bit 它所需要的運算就會越複雜 換句話說 你的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 這個電路就會越龐大 OK 所以它的代價很清楚 就是硬體上的複雜度 哪一個硬體上面的複雜度 其實是這個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的複雜度 Halware complexity 其實我們講的這個複雜度呢 就是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的電路複雜度 OK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carry lookahead generator的一個設定 好啦 所以加法器大概介紹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花點時間到減法器 有加法就有減法 有時候就要執行減法 可是其實從第一章的介紹裡面 我們就知道 事實上在數位系統裡面 我們沒有真正的減法器 我們減法器都是用加法器來偽裝的 都是用加法器搭配補助的運算來做偽裝的 所以各位來看一下這邊舉了一個例子 一樣是4-bit 但是它做一個subtractor 它的電路呢 其實長得跟剛剛說老實話還蠻像的 其實也是使用了四個foreadder串聯起來的結構 其中呢 上面這邊的input分別就是我們的 就是要處理的這兩個input variable 這樣子 跟剛剛不一樣的就是說 這個b的地方 它其實是會經過Eclusive ORLogicGate的運算 然後再送進去foreadder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電路圖 它到底在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OK 想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什麽 我們就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control bit 叫做大寫的m m這個bit 因為m這個bit會決定我到底要送什麽資料到forader 所以我們可以先根據m這個bit的狀態 來去解釋這個電路的功能 假設如果今天m等於0的時候會發生什麽事 m等於0的時候對於每一個eclusive fold來講 它的計算結果就是b去跟0去做eclusive fold 那我們知道嗎 不管什麽東西跟0來做eclusive fold的結果 其實都是他自己 所以說穿了有沒有通過這個eclusive fold的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fullader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對於a和b來去做假法 那接線方式跟剛剛也完全一模一樣 就是這一階的前一階的carry 會送到下一階去當成input做計算 OK 補位 進位的這個部分會到下一階來去做計算 所以換句話說其實他現在在做的事情是什麽 是a加b 跟剛剛一樣 這其實就是一個ager 所以m等於0的時候它執行的功能其實是一個加法器的功能 好再來看 那如果m等於1的時候呢 m等於1的時候這個時候你clusive fold的計算結果就會變成是跟1來做計算 那我們會知道這個得到的結果就是bi' 所以這個地方是b0',b1',b2',b3',b3',b1',b3' 然後再跟a0,a1,a2,a3來做加法 那我們知道對於一個這個四位元的數字b3,b2,b1,b1,b0 因為所有的每一個digit都從0變成1,1變成0 所以是once complement 除此之外,各位可以看到m等於1 所以他在最末階送進來的這個 其實是送了一個1進來 跟剛剛不一樣,剛剛的第一階的預設值都是0 所以加法其實可以不用考慮那個bit 可是現在送進來的都是1 換句話說他今天在做的加法 其實是把a加上b的once complement 再加上1 那我們知道once complement的結果 再加上1,其實就是tooth complement 所以換句話說他的運算 其實是在算 a和b的tooth complement 我們以前講過了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在做 a-b的運算 對不對 a加上b的補數 其實就是a-b 這個就是我們的 subtractor 減法器 所以這個電路很聰明 他可以用m的控制 這個control bit 來控制到底要做加法和減法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多功能的加減法器 你要做加法也可以,減法也可以 好,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如果今天做減法的狀況之下 他就會變成這個地方送1進來 這個地方就會變成b0',b1',b2'和b3' 所以運算出來的結果 個員自己去做運算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carry bit 那其實就是我們以前在做的減法的運算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結果了 所以這個應該沒什麼問題 唯一比較有問題的是這個電路還有一個地方沒有講到 就是V V 這一個 output 呢 其實是把 C3 和 C4 這個地方都出來 OK 去做 Ecclusive O 的運算結果 那這個東西到底代表的是什麼呢 接下來花一點時間來講一下 它到底代表的是什麼樣子的功能 原來呢它所要表達的功能 跟我們之前所提到的一個特性有關係 就是我們在做這些加法或減法的時候 可能會產生異味 也就是 Overflow 這樣子的情形 OK 那 Overflow 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的運算結果 不管是加法或減法 它的結果沒有辦法適當的 用原本的這個位元素來表示 它需要額外的位元素才能夠正確表達它的結果的時候 這個我們就把它叫做 Overflow 異位 那為了要避免今天計算結果顯示錯誤 所以我們通常在電路裡面對於異位的情形會非常的注意 有異位的時候代表的是 可能現在這個數字的處理出問題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出現一些警示或是一些修正 OK 所以這個 Detection 就是 Overflow Detection 其實對我們來講還蠻重要的 好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之前在做加法或減法也好 其實我們大概有講過兩種概念 第一個是對於 OnSign Binary Number 來做加減法 第二個是對於 Sign Binary Number 來做加減法 這兩個狀況底下 我們在處理異位的方式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稍微歸納一下 OK 如果今天是 OnSign Binary Number 也就是都是正數 它沒有正負號的狀況的話 OK 其實 Overflow 的處理很簡單 怎麼說 如果今天四位元的加法 加法的結果沒有辦法是五個位元 它沒有辦法單用四個位元來表達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五個位元嘛 因為它需要更多位元來表示 換句話說呢 C4這個bit一定會是1 OK 所以呢 你只要去 Detect C4這個bit 是多少 這個 N Carry 是多少 你就知道 Overflow 有沒有產生了 我們說 Overflow 相對上來講 你看 Detection 其實沒有那麼難 喔 被這個最高位元的 MSB 的 Carry Bit 給 Detect 出來 OK 那剛剛我們講的是加法的部分 那如果是減法的部分呢 減法的部分如果減出一個負的數值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會講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其實第一個bit 就不會是1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我們看到第一個bit 是0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現在的倍減數是小於減數 得到的結果是一個負的 那怎麼樣得到正確的值呢 是要對它做一個 Comprimate 的運算 OK 才能得到它真正的結果 那前面再加一個負號呢 就會是你今天真正運算的結果 所以不管是怎麼樣 你都可以由C這個 Information 這個 Carry Out 這個 MSB 的 Carry Out 來去判斷它到底有沒有 Overflow OK 所以對於 Unsine Integer來講 比較簡單 那對於Sine Integer來講呢 就是 有正負號的這種二進位數字來說 會稍微困難一點 它就必須要仰賴我們剛剛所說的這個V 來做計算 我們說V呢 其實是C3和C4 也就是最高的這兩個bit 它的 Carry的Ecrucifor的結果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表示 是不是有 Overflow 那為什麼做這樣子的計算 這個Ecrucifor的計算 這個V就可以用來表示有沒有 Overflow 我們來想一下 對於一個Sine Binary Integer來說 這種有正負號的這個數字來說的話 我們說其實我們是利用第一個bit來表示 它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嗎 對不對 那如果以 Tooth Compriment 的Sine Binary Number 的這個表示方法的話 我們其實是用第一個bit來表示 它到底有沒有是正數 如果0的話就是 Positive Number 1的話就是 Negative 那如果發現它是 Negative 的時候 它真正的數值 它的絕對值的大小是要對這整個數據做 Tooth Compriment 我們大概之前是這樣講的 那對於一個有限位數 以至位元數是N 這樣子的一個Sine Binary Number 它可以正確表達的數字其實是有限的 比如說對於四個位元來講 它最大的數字 最大的正數其實就是 0111等於7 最小的負整數其實就是 1000等於-8 它是有限制的 那 Overflow 什麼時候會產生呢 就是你加起來的結果大於正7 或者是小於負8 好的問題來了 什麼時候加起來 加法的結果或是減法的結果 會大於正7呢 OK 其實只會發生在正的數加上一個正的數的時候 如果今天的加數和倍加數 一個是正的一個是減的 OK一個是正的一個是負的 那這樣子加起來的絕對值一定會小於你的極限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會超出極限 你會超出正的極限 其實代表就是它是一個 兩個都是一個正數加上加 而且加完了之後呢 它必須要多一個bit才能夠去表達它 也就是第一個bit會變成1 但是如果第一個bit變成1的狀況之下 你又認為它是一個負數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正的再加上一個正的 運算的結果出來居然是變成一個負的時候 這時候會有overflow OK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歸納一下 overflow產生的狀況 它大概可以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狀況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是正的加正的 結果你得到的結果 卻是一個負的數 因為其實它應該是超出了它的最大的極限 那第二個就是 今天它是一個負的數 倍加數和加數其實都是一個負的整數 結果你加起來的結果 它其實是一個比你的最小的極限還要小的結果 因此它可能顯示出來會是一個正數 它會讓那個第一個bit變成是0 這樣子的結果就代表它也是overflow 也就是負的加負的會得到一個正數的結果 這其實是一個overflow 所以大概會有這兩種狀況 那這兩種狀況的時候 然後v這一個output的狀況 分別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講解一下 首先第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說是一個正數加加一個正數 得到的是一個負的結果 所以對我們來說 第一個bit一定是0 因為代表它是正數 之後幾個bit是什麼 不要緊 我們就把它先畫橫線 其實說老實話 後面是哪些東西相加不要緊 因為太多種可能性 你也不能有辦法一一的去列舉出來 可是我知道第一個bit一定是0 那我們說加起來結果呢 因為它的數值太大 所以加起來結果超出了我們可以顯示的極限 導致呢 第一個bit這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邊 它的鄉下結果一定會產生淨位 讓我的 在這個bit的結果呢 會產生1 那1的話 在一個Sign Binary Number System 裡面我們會認為 它是負的數目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就代表 overflow錯誤產生了 以為產生了 此外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 1加0加0 也就是最後一個bit 4A的結果是01 所以這邊是1 這邊的C4是0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V的結果 等於C3和C4 Ecclusive All 其實就是C3就是1嘛 這個地方是上一階的 5位的那個計算結果嘛 對不對 近位的計算結果 和0 Ecclusive All的結果 你會發現它等於1 OK 好 那我們說還有另外一種狀況 可能也是overflow 那另外一種狀況的話 不太一樣的是一個負的整數 和另外一個負的整數相加 至於後面幾個bit內容是多少 不在乎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這個地方加起來之後 居然會使得第一個bit等於0 這就不對了嘛 怎麼可能負的加負的出來的結果還是0呢 那會出現0的原因 必定是因為這兩個加起來之後 它的絕對值 或是說它的這個數值 小於我們最負的那個整數 所以呢 就沒有辦法正確來表達它 它會 倒過來變成是一個正數這樣子 所以這個地方的sum bit s4的結果一定是0 那你知道這個地方一定是三個bit相加的結果嘛 1加1加這個東西的結果 那什麼東西加起來以後 會讓這個個位數等於0呢 勢必C3一定要等於0 那0加1加1的話等於10 所以這邊留下0 1是它的carry bit 所以你就會知道 在這個狀況之下 v就等於0跟1等於crucifle 0和1的crucifle結果還是1 所以換句話說 你會發現 overflow產生的時候 v都會等於1 所以我們的課本就這樣子解釋 我們可以用v這個bit 這個output 來去detect overflow有沒有產生 因為所有overflow產生的狀況之下 都會導致v等1 OK 不過如果各位回想一下 你可能會發現這個敘述會稍微有一點點問題 好像還不夠完整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舉出了所有overflow可能產生的狀況 這兩個可以足以代表所有overflow產生的狀況 這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我怎麼知道 overflow沒有產生的時候 v就會等於0 換句話說 你v這個output 要有overflow detection 要能夠代表overflow有沒有產生的話 那其實你的證據要完整一點 除了overflow產生的時候 它一定要等於1以外 你要告訴人家 那overflow沒有產生的時候 它一定要等於0 這樣才行 對不對 這樣才夠完整 那課本的狀況之下 那課本的解釋 它其實只有解釋的前面半段 也就是overflow發生的時候 它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各位回去之後呢 聽完這段影片之後呢 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overflow沒有發生的時候 OK 我們可以列舉出哪些狀況 那這些狀況底下 v這個output的計算 是不是都等於0 如果是的話 我們才能夠放心的講說 OK這個 v這個output 這個function的計算 真的代表overflow有沒有產生 好 這段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 謝謝